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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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个礼拜 说到 宋代这个时代 对于 我们 可以说中国文化 最高的时代 事实上 是宋代 比如 你看 香港 有宋成 宋成 做一个 文化代表 拿我们所谓的 艺文来说 收汉文学 在那个时候 最高的 各种的 歌谣音乐 那所 乃至于我们中国 戏曲艺术 由小戏进入到 大使 也在这个时代 那么 他的一个 音量 各位要知道 文化呢 和人 一样 人要成为一个人 必须要 母亲的子宫 作为孕育的 那个地方 才能把人孕育出来 那么 那么 文化的 音域 就 时代来说 那么 那么 那个 我们上个礼拜说的 瓦瑟 孤南 瓦瑟 孤南 就是 送文化来 艺术 一个 大荣誉 一个孕育的地方 所以它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以前人虽然提到这些 但是都没有深入去探讨它 第一个把它举出 这个 对于 戏曲 对于 文学 一个音量的 大荣卢的 那 就是瓦瑟 孤南 是我第一个 说出来 那么 里边呢 有两种重要人物 一种就是 这一些 表演艺术的 可以说 表演艺术工作者 那就是里边的乐副歌迹 乐副歌迹 还有呢 里边 在里边 依存讨生活的 骆驼的 书慧才能 就是比较科学 官场 诗意的这些文人 叫 书慧才能 所以 我有一篇 重要的文章 呃 佩馨啊 这个 下礼拜或者什么 后几天 等你回来 以后 就把那个 我那个 宋元 就是 中央研究院 我发表那篇 宋元 寡舍孤兰 集齐 岳户书 集齐岳户书 集齐岳户书 会 考树 类是这样的文章 哦 把它印出来给各位 免得他们去找也麻烦 各位这篇文章啊 你们好好 读一读 宋元 瓦舍孤兰 集齐岳户 集齐岳户书 会 还是岳户书会 这题目好像不太对 嘿嘿 大概是这样子 那么 这里边的所谓岳户 我简单让各位说一下 为什么岳户的影响力那么大 因为 我们中国人对于 艺术家 表演艺术家 一向 看不起 不重置 所以把以前的所有的这些 艺术工作者 只简单说什么 什么样 百工 一句话就没有 根本没给他们地位 你看音乐 音乐家 就叫什么呀 连工 那么就连 连人 那这个什么呢 表演艺术 或者收校化 遗乐人的 以肢体 以原来遗乐人 就叫优 甚至那里 说他们有个叉 叉优 因此做成起来 幽灵 叉优 就这样的成功 到了北魏 我那个书里边都有 你们大太鼓 抓住他 北魏的时候啊 就开始潜意来一走 就叫岳父 岳父呢 也有其他的 军府 伊父 这一批人呢 都是 利家 利米 等等 只有这个什么呢 只有这个什么呢 斯隆 翁山 叫梁家 你看以前的分离是这样的 梁家 那么岳父 里边的梁家 有两个类型 一个是前朝 被灭了的宗室 贵族宗室 故意要怎么样 要污蔑他们 欺负他们 就把他们默怒虐 不让你做良 你就做我的 服务我的这些奴夫 而且是低贱的工作 另外一种呢 就是你为非做歹的 杀人放佛 为非做歹的这些 被 末入运 把你打入运 因此呢 他们啊 岳父中人啊 就变成一个 以岳 这个岳 那我们现在说 表演艺术 用表演艺术 来服务 来宜人 这一批 他们呢 身份不能改变 他们的身份 只有女性 嫁 2年 嫁给2年 才可以脱离 这个岳池 岳池 所以我们现在都还有意见 成组叫怎么样 你看 这个酒家里 或者基米路的女生 如果嫁给一般人 就叫丛梁 为什么叫丛梁 他就可以跟随 杨家里边人 身份就不一样 不一样 这个人 你看 身份地位 这个从 北魏纳禄制度 一直到 什么时候 才开始解除呢 要到清代的 雍正的年间 我把它算过 这个时间的夸度 有1400多 你看 1400多 最盛什么 是明代 明代 寿源 当然就 也很盛 但明代最盛 所以明代的乐部 遍布天下 这个是各位呢 要了解的 那么在瓦瑟波兰里边 除了这个乐部歌迹 我把它 因为它主体性还是女生啦 乐部歌迹以外 那么一种呢 叫书慧才能 这个书慧才能 很自称 可是一般人呢 也尊称他为先生 哦 他是书慧的先生 那么这个书慧有什么意思呢 在宋代啊 书慧的意思 其实就是 列是我们现在 所说的那个 私人兴办的私立 私立学校 哦 大家可以分析在一起啊 读书啊 研究啊 学问 然后照样可以考科技 考取都有 可是慢慢在这个瓦瑟波兰里面的私会呢 它又变成另外一种意义了 这种意义呢 就是这些落脱的私生文人 自己集合起来 哦 比如说 他那个地方是九山 他就参成九山书慧 如果在温州呢 那可以说 温州 勇家书慧 如果在北京的话呢 就有推称 郁金书慧 类似这样呢 一群读书人在你边 哦 如果说 这个是勇家书慧的先生 这是科技 也可以不出称 勇家书慧的才人 冠汉亲 马志远 这个乃至于郑光祖 元杂聚的这些名家 都是出生于书慧 书慧 嗯 嗯 那么这书慧里边的人干什么呢 他们 就是 来创作 创作当初流行在民间的民间文学 各位知名 民间文学 所以小小到 叫 猜的迷语 哦 大家呢 这个 逢年 过节啊 元宵 灯会啊 猜的迷语 哦 他们也做 当初叫 银语 而且是一个 很大宗的 创作的 那样 当初就叫 银语 然后呢 哥尔文里所唱的曲子 哦 在宴会里边 这些乐部歌曲唱的曲子 他们来做 来说唱文学家的画本 的笔本 他们来创作 那么 艺术性最高 艰难度最高 就是什么 剧本的创作 这些都是 民间文学 所以从剧本 画本 小曲 民意 他们等于在那里卖这些为生 这个就是书费才人 那元代的 这些名 这些作家 大部分出生于书费才人 主要的缘故 就是因为 那时候都出来 有没有前途啊 没有前途 因此 就只好 以此而无声 这一点呢 是关系到 我们这个 民间的 食温水 和戏曲啊 很观众的 一个 社会现象 所以我们说 有什么样的 社会现象 社会中 产生什么样的文化 因为那时候 的这个民间生活 宵禁没有了 以前的宵禁是 我说过是什么样 都城是什么样啊 什么建筑啊 棋盘式的方向式的建筑 现在是街宿市街 沿街 设立 商店的街宿市 然后配合这样的又 有一种 哇 设过来 那我们现在来说 我们现在台北市 是不是街宿市的啊 我们的国家剧院 我们的这个城市舞台 我们的国库纪念馆 我们台北湾戏曲中心 是不是等于当初的瓦瑟戈呢 到底一样 好 瓦瑟戈里边 瓦瑟是个大的表演曲 我当年啊 就是说 1982年开始 在推动我们台湾艺术文化的时候 我所办的那个民间剧场 民国办了72年到民国75年 一年四年 轰轰烈烈的办 办到最后是2000多个表演的人 光各级学校的学生就730几个人 民间团体来参加的不同类别 就109种 参加的团体就137个团体 你们可以想见那时候获得盛大 在青年公园内 五天五月上午10点到晚上10点 节目不断 江临温欢上 里边呢 有民间的一盆 一百个 所攻一盆 你一进去 一个盆盆看十分钟 你一百个看下来就多少了 一百分钟 也要一两个小时 还有大型的戏台演大戏 小型的戏台演我戏 鸽子戏布袋戏和品戏 还有中型的呢 就演歌唱 这个收唱艺术或者是歌谣 平台呢 或者地面上就很杂爽特色 这样子的各式各样的舞台都有 你们可以看出我的过想发自于哪里啊 我的那个过想发自于哪里 就是瓦瑟国人 我把青年公园当成什么 瓦瑟 把里边的不同的 在这个青年公园也不同角落 盖出来的剧场 就当歌篮 这个学与自用性 是 是如此这般的 所以 像瓦瑟歌篮里边的 一个瓦瑟的歌篮 有的可以多到五十五十几座的歌篮 最起码也十几座播来 各位就可以想见他的盛大 活动在里边的这个什么呢 庶民百姓 是可以连销通宵搭档 可以夜以继入 在里边怎么样 游乐 饮宴 这个 什么 这个 有歌迹 有茶房 有你想要买的 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有 这样的地方 才应用并有广大群众 在这种民族民间艺术和东西 各位 我们现在没有瓦瑟波篮 所以当年我在策划 传统艺术中心 这里面就是把瓦瑟波篮 把他永恒化 永恒化 永恒化就是一种永久性的动态 动态 动态文化艺术 动态文化艺术剧场 永久性 它是一个 等于标本数 也可以说是永久性的动态文化 瓷创 我们商店里面的 展的这些商品 历史博馆和故宫博乐展出的是静态的 静态的艺术文化瓷创 我是把它改成动态的艺术文化瓷创 这样来规划设置 所以我举这个例子 其实就是从我的研究 把它这个立体化 把它实践在我们现代社会生活里面 就传统艺术中心 刚带好的时候 大概实现了我的理念 百分之八十 里面的什么博物馆啊 还有这个什么艺术这个 传授的这个区域啊 半露天的这个巨场啊 广场巨场啊 还有那一条河啊 开进来的一条河啊 以及什么呢 有个寺庙 寺庙前有巨场 这些都是我们当时的这个规划 还有艺术 在里面和艺生的传统 现在就保留了什么 那个民俗公益棚 那个民俗公益棚 还有就是那个文昌庙前边的舞台 还有我请林明德 他去设计的小吃土产的这个什么呢 这个这个特别区 让进去的人可以吃各地小吃 可以买各地的特产 Neged 都保留 可是平常的演出 现在几乎 布袋戏 各式各类戏曲的演出都清停顿 就变成在那边这个 这个看看所公益而已 特别的日子里边 会有表演 和当时的观念构想 越来越疏离 连保留30% 恐怕都没有 也就是说 这个文化 是艺术 文化艺术 是 这个 一定是要 要有新人 能够使他河落 使他活泼 文化是 不能拿 经济来 这个什么呢 相当的衡量 文化可以有 这个 所谓文化产业 但是这种产业 过分的话 就死掉文化的意义 死掉文化 这是护代恩 各位说的 瓦斯多朗 好 好 我们中国的说唱文学啊 宋代以后啊 很明显的 产生了两个 细红 这两个细红啊 我呢 先把它写出来 发展的结果 产生了这两个事 各位把它写下来 这是一个 颠覆之后的两个系统 发展完整的结果 是这样子 嗯 这个可以说 是从文学的观念 这个可以说 是从艺术的观念 同样的 也就是说 文学和艺术 结合以后 所 形成的 两个大的 这个 系统 那文学方面 基本上 就是 拿它的唱词来说 唱词来说 唱词来说 唱词里边 如果七个字的 就叫 诗 十个字 十个字的 就叫 战 所以七言 十言 诗体 七个字 可以说 诗体由四言 五言 发展到 唐代以后的 当然七言 不是在唐代开始 但唐代以后才发展 唐代以后的七言 这个十言呢 更加晚 唐代 唐代以后的观察 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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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陆应当是五六零年代的时候 在上海 发现了一个 情画 这个收藏文群 收藏词画 有这么一个书 情话年间 我现在的收藏词画 各位这个词 这个词是印的 词画就是赏文 词画就是 印文赏文的 简 这里边开始出现 出现什么呢 十个字 十个字 那么七元 七元内他的英杰的行数 不是四三 就是三四 那以四三 为正题 各位还记得不记得 我们说的英杰行数啊 这个是什么呀 单四 这是双四 我们 上学几说 十个言的呢 他以三三四 为正题 以三四三 双四 为这个 变解 那么现在这一种 就是双四 这个是单四 这个是双四 这个是单四 双四 所以你看看 七元 十元 当七元是 单四的时候 十元就用双四来配搭 所以还是取得 单双之间的一种平 都有应用 他会这样 但他会变解说 是三四双四 他就有用 三四双四 单四来配搭 这是双四 各位知道 词曲细 受职严曲 他 都是长短曲 这个曲组 一个字 两个字 三个字 四个字 五个字 到六个字 七个字都有 哪一个句子 超过 七个字 八个字以上的 我们说就必须要怎么样 还是对吧 要怎么样 对啦 贪 破 超过 八个字的 就要贪 贪 什么叫贪 记得吗 我们上面都说过 所以为什么我上个学期说 我们讲的那些呀 是一种 读中国文学 运文学的基础 有没有 我花那么多时间给我们讲 就是他的基础 随时 随时都会用得到 你用通的 懂的 你出的方法 学问是一种 系统性的 而不是 骗论性的 对 各位 我再 举个例子 恢复一下 你的基础 你说以美人的最后一净 对那个上半间最后一净 这是你获得 的以美 这是你获得 对 这是你获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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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冰箱 好,这是谁的啊? 这是讲学的 都是医院的 这一句是九个字 九个字他以后主怎么谈破啊?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 恰似六三 这二二二恰似一江之许 讲学的呢 将后营地断宴教师一宫 四四五 五 倘破二二二三 也就是说他的倘破法一江不一样啊? 不一样 可以倘破成六三 可以倘破成四五 但是什么一样啊? 这个双四十 这个也是怎么样? 也是双四十 这个单四十 这个也是怎么样? 单四十 这句是能不能转变啊? 不能转变 这叫倘破 是长广曲 就是词曲细的文学 那么诗带细 七个十个字 就叫怎么样? 对啊 因为 因为 句子 字式都一样 七个字的 十个字的 都齐延 所以可以说他们是齐延体 另外一个呢 是长广曲细 这一个呢 这个呢 也可以叫齐延 它也可以叫 腸广曲细 腸广曲细 各位我们现在讲的一番人都不讲 啊 一般书 这个呢 这两题就出来了 那么在音乐上 音乐上 我们中国的戏曲音乐最复杂 那它包含哪些元素呢? 戏曲音乐 主要元素的封掉 取牌 腔调 白眼 还有就是 歌唱者的音色 和行腔的方式 大概这六个元素 可是这个音色、行腔 都是 这个什么 寄托在谁的身上啊 歌者的身上 是音歌者而易 唱歌的人不一样 它就会变 所以一般我们就姑且不论 因此呢 就剩下 各种的元素 什么叫功效 什么叫取牌 什么叫繁衍 什么叫腔调 都非常复杂 好 光要讲这四个 如果细细的说 各位 我们可拿开一个学期或一年的可 光这四个 我现在很简单的告诉各位 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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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含有三个元素 一个呢 就来看这个乐曲的 调性 调性 就是不同的功调 它性格不一样 比如说 仙女 仙女功 会学吧 它叫清新绵绵 比如说仙女功 它是清新绵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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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清新绵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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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绵 草下散转,比如说月调,淘水门下,大失调,风流运紫 郑公,就这个,南里说出来,郑公是惆怅熊转 南里呢,是感叹与伤悲 你看,同样的悲调,伤悲调呢,就有七创女的悲谋 你们练习这个呢,就比人所说的,就调起 我的朋友啊,洪卫柱教授,就把学生找来实验 所以,叫他们都去读读剧本,看看仙主公的,是不是果然都陌惨 都这个,都什么什么,清新苗美,绵绵,类似这样 统计百分之一,统计的天花烂醉 我说,啊,你浪费时间,无耻为甚 这个以后再说 这个调性 调高 调高,各位比较清楚吧 高低,就是频率的问题 频率高的,调当于高 调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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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公调数 商调数 乙调数 这一些 乐曲的这个结构 这个公调原来 既有这样意义 可是公调过来慢慢的呢 由于公调的行程 和公调后来在民间的这个称呼 弄得很混乱 好,休息一下我们再说公调是怎么来的 民间又怎么来的 以前音乐是很发达的 非常古老的水影边 就包括在先秦 那先秦你到底是 商啊 桌啊 就 不太清楚 有一种叫利管 有一种呢 叫阴京 一种 一种就是 真的管 一种是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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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管呢 是其中一个管 为基主 然后用一个笔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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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讲的太笔道了 一个笔数 去练出 其他十一个利管 所以这个利管有十二个 每一个都有林称 笔数有黄中 而有印中 而有印中 入冰中 而有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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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冰中 因爲旅 所謂叫六立六 這館呢 陶古學上沒有發現 可是這個鐘 來作為定音的鐘 在陶古文武邊是發現的 你發現了一個鐘就叫瑞賓鐘 就表示這個鐘 就是瑞賓這個音律的基準 如他的定 因爲各位知道 有兩種 一種古音 工商學主義 另外的工商學 還有辯怎麼樣 辯族 辯工 這個五音 五音呢 我們就是現在的五音 說了 這個七音的呢 就是現在我們的 古列密花索拉索 我們說雅樂是紫音 雅樂紫音 五音 這十二立 在像先秦的古書 文獻裡邊 國語就有了 國語就有這個 這肯定流行 已經怎麼樣 相恩求贏了 五音 五音 顧名思義五音比較早 七音比較晚 那麼七音你們知道 起碼什麼時候就有了 有一個有名的故事 是 煙太子丹 找誰要去 赤青王嗎 青柯 在哪裡送給啊 在義水 我未來要平調一番 讓一個朋友幫我開到義水邊 正在一條小水鍋 還有那條小水鍋旁邊 還有五頭 當年鎮水的神女 石頭的神女 這都是很古老 他唱啊 風消消息 易水 壯是一氣息 不復 是誰 即什麼 高見你 即足 裏邊有一個什麼 為辯子之音 有沒有 辯子之音 表示 他那時候唱出來 起音階段 可以 證明那時候 在戰國墓里 起碼有起音階段 那我們這個什麼呢 公調的起源 就是由玄公而來 譬如說 以這條 廣中為期準結 他們佩爾 那叫黃中公 他們佩爾 那叫黃中公 南中公 拿到了印中山 這樣十二個以後 他肯定說黃中十二 這樣一配合循環 互相配合 情況就像我們十二十單子 那是 甲乙怎麼樣 丙丁 這十單子 到竹籌銀毛 我們配合這個 年月入等 配合是甲子 一籌丙銀 丁毛 這樣下去 行轉一觸 再來一觸 就是六十年黃 所以叫一甲子 接著呢 這邊弦弓下 齊音刷力 就會有幾釣 八十四釣 八十四個弓釣 是我們耳朵無法表演 所以 在唐代 就 剩下 四十四個弓釣 甚至往下 有一個西方來的音樂家 叫 蘇齊佛 五十四個弓釣 在那個時代 他就是剩下 二十八 公釣 後來到 今天 就十九 公釣 十七 公釣 到後來 十三 到圓雜劇 別曲的時候 主要的是什麼呀 九公 所以我們有一個書 叫 九公 大長 到清大 也就是公釣越來 怎麼樣 越少 越少 這九公 各位就必須要把它記住 九公一共有五公私標 五公 胡公 黃中 入彆 Similarly inic 黃宗鎮公先禮 中禮 南宇 四调 大四调 三调 月调 双调 剩下这些 可是各位这五谷 宿调的名称是署名 而刚才我们所说的 玄公而得的 那是寿调音乐学上的学名 这两个名称 在宋代的时候混淆 所以我们的裂洞裂糊涂 就是有这个缘故 这种情形啊 就像你们学化学 比如说 像这样的氧化盖 这是雪影 可是书影 它叫什么呀 石灰 那像这个 这个是什么 碳酸化氢 学名叫盐酸 同样的情形 同样的情形 你这个 氧化孔 学名 俗名叫三仙丹 三仙丹 像这个呢 我们一天到处书灯 三仙化那 就是什么 石也 我们中文系的 到现在都不知道这些 可见我们那个年代是什么都是的 同样的道理 所以就容易混淆 这是公钓 公钓的产生是这样的 但是它给我们的呢 寿上就是钓线 钓膏 钓势 那有些学者觉得食物过那么久 公钓是不是还保留了它 这三个元素 这个红帽不是我们在做的 尤其我是不懂 活不滑来旁边的问题 但可以丢出这个问题 将来你们去研究 第二 就是取牌 我们说过了 一个取牌要具备几个利则 还记得没有 要有八利 取牌八利都具备的 先说哪八利 误识一下 佩许你们还不识一下 好 政治率有多少个具 政绩率有多少个具体 长短率 长长短短的规矩 第一个字 第几几个字 第二几几个字 都一定 就叫长短率 随应率 哪个地方该随应 哪个地方不可压应 哪个地方可压应 可不压应 这个叫做随应率 而且一支曲子 拿起来说只能随一个运步 一个套子也只能随一个运步 这叫随应率 还有凭着力 还有凭着力 凭着力 你们都应该知道 但是曲子里面更进一步要讲究 什么呀 声调力 哪些地方用什么样的声调 是不可改变的 还有句子的什么呀 还有句音节形式的单双力 还有一个文字上的对我力 另外还有整个句子的聚中与法力 你看一个曲牌是这八个元素过程 如果八个元素都非常讲究 表示这个曲牌的人工制约非常的紧密 这个曲子的艺术性是高还低啊 就很高 很细致 如果这个曲子的八个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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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呢 只具备了其中几样 那么这个曲子的音乐性就没那么样精致 对不对啊 这是基本的理 那么 那么腔调是根源于什么 腔调 腔调是根源于方音 每一个地方的不同的字音 因为每个字音都有它发生的生物 运母里边都含有什么呀 这五个元素 再说一遍 生物 这五个元素 就是地域不同的不同地方 它会不会在音质调质里边 产生变化 产生变化 那么它用他们日常说的语言 话语做载体 把它呈现出来 就是方音与方言为载体 所呈现出来的语言旋律 就是腔调 这个腔调呢 对歌唱来说 是很重要 不同的地方的腔调 唱出来的曲子会 音乐性会不会一样啊 不会一样 所以 昆山腔 易阳腔 黄霉调 哨星调 唱出来都不会一样 而这个是戏曲 音乐过程的 是不是一个灵魂所在啊 灵魂所在 那么戏曲 这乐曲 总要有节奏啊 节奏有快慢啊 一个段落就叫一板啊 一个段落里面如果要分三个小节 加起来就四个小节 加起来就四个加上板 就四分四四的这个 一板三言的这个 这个白眼形式啊 如果一板中间再分一个小节 一板一言就四分之二 有板无言呢 就四分之一啊 好 那么再分对分就八分之一啊 所以板就是 来节奏的速度 或者有时候是力度的一种 节奏 他在音乐很重要 好 各位 我们刚才说的两大列表 诗战戏 我们下边的音乐指说怎么样 板枪体 也就是说他的音乐的元素 只有几样啊 只有板 只有枪 有没有公调取牌啊 没有 可是 此取戏 它是取牌体 请问有取牌 是不是应当要有 取牌所归属的公调啊 因为取牌是在公调 归属里边的 那么要唱的时候 它同样要有腔调啊 同样要有繁衍 所以 所以 此取戏 取牌体 世上具备的音乐元素 就有四个 懂了没有 有公调 取牌 腔调 白元素 可是 实战戏所具备的只有哪两个啊 只有 腔调取牌 没有公调 具备的元素少的 比起具备元素多的 哪一个艺术性高啊 具备的多的 所以 此取戏 取牌体的艺术性 一定超过怎么样 这个一定要注意 两者之间有艺术性高低的差别 好 在这样的差别之下 如果要拿我们中国人所说的 一个亚俗分野的观念 请问哪一个是 牙 持取戏 你以后把名单在哪里 持取戏 取牌体 牙 还是 施战戏 板枪体 持取戏 取牌体 牙 施战戏 板枪体 鼠 各位也因此 这两大系统 事实上就 牙 鼠 两大系统 也因此 哪一个系统 是属于庶民 本性的 蛤 实在 哪个系统是属于 文人雅士的 文人雅士的 持取式 我们中国的艺术文化 自古以来 就是 亚俗这两条系统 齐头并进 又互相 互相 影响亲类 互相 注入 互相 吞并 然后 吞并的结果 一定合理 一定 亚俗 合理 注意这几句话 亚俗合理 的结果 情报 会产生什么样的现象 亚俗合理 亚俗的综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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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nding 比如说 从明代万历以后 神 ya 台湾立以後,我們中國所謂的四大聲槍 就昆毅兰那時,昆順陽 他已經把那個什麼,海人槍 把海人槍給寒溶進來,成為了 他也把這個什麼,遺妖槍 併入在這裏面,所以他是熟的 這兩個故鄉爭吶 全盡,焦雲就爭吶 他代表有,他代表有實 征衡從萬利以後,他們就這樣 就到了康熙 他們爭吶的結果,變成搶來搶生了 一個叫昆毅槍 是不是叫河流啦 事實上叫河流 慢慢地移 被昆 所吸納 然後呢,昆又在開西人間 和來自陝西的,陝西邦族 這康熙年間是陝西邦族 這康熙年間是陝西邦族 因為聞了很多 天這個邦族 覺得他亂七八糟地扛 所以叫亂打 他是啞 他是屎 他是屎 這兩個一合理 就叫昆邦 昆邦族 昆邦族 邦的思議 稍微大一點 一說這個邦 又看 已經在北京 成立的一陽槍 這個一陽槍,精化的一陽槍 叫精槍 比起來精是雅 方是十五等 競爭的結果 又叫精版 各位列是這樣子 就是咱們中國文化的軌跡 懂得沒有? 自古以來都是這樣 所以 俗文學 慢慢發展 會成為雅文學 雅文學 在俗話 就另外一種 通俗文學的長生 這個通俗文學 又在演技 又變成一個新時代的雅文學 俗經 在孔子的時代 他是雅文學 俗文學 國風裡面 俗經時代的孔子說 國風是俗文學 雅宋是雅文學 我們現在誰敢說 國風是俗文學 沒有人敢說 因為他已經寄生為雅文學 同樣的我們中國古代的雅樂 一定是什麼演奏才叫雅樂 什麼演奏才叫雅樂 金石 就是中慶 樂弦演奏的 那個才能叫雅樂 好 雅樂像漢代 雅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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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用在宴會裡邊來歌唱 所以我們就叫它宴語樂 宴就是在喝酒的場合 這個雅樂 雅樂 到了南北朝 它就變成清香雅樂 像我們現在所說的 南館音樂 南館音樂就是從 唐宋大曲這路下來 他原来是胡岳亚 唐宋大曲事实上就是 现在新疆乌鲁木齐附近的唯乌而人的音乐 他在那个时代 当然是胡岳亚 可是大曲的音乐 传到现在,谁还敢说他是胡岳 因此难管音乐 你现在也不能说他是胡岳 所以亚苏的观念 是如此这般 好,我们现在要从唐弹一直下来的收唱文学和戏曲剧种 来依附在这两大系统里面 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顺着原流说的 一种是逆推上去 我想我们还是用顺着原流 所以像 这个 早一点的 我们说上个礼拜说的一桌书 是通俗 他是通俗 他是通俗 他是 这个 可是呢 那个 寻俗的 什么歌啊 丞相 我想在那说应当也是通俗 是通俗 可是我们现在看起来 他是很雅 往下来看 汉代的孔圈东南飞 我们现在看起来 也相当雅 可是在当时候一定是实的 他是起演的 可是汉代的那一些乐虎诗 你们都读过了乐虎诗 有好些叙述性的乐虎诗 有好些叙述性的乐虎诗 并顺诗 并顺诗 孤儿诗 等等这些 入资 这个什么 不出多门诗 等等这些叙述性的乐虎诗 现在看起来长长短短 是非其言的 好 到唐代 唐代我们所看到的敦煌里边 辩文 请问辩文给我们观念是起演的 还会起演的 就诗的那个起演 以诗为主体的起演 但是在敦煌里边还有许多的 曲子 杂曲 他们 还有问题是起排体的 长短具体 更往下 就影响现在特别深的 我们特别要讲的 宋代 现在 宋代在 这个起演方面的最细 就有所谓 痰子 癌子 牙子 那长短具体呢 那长短具体呢 在扁刷 就有租风量 在扁刷 和 又转 和 互转 也就是说 奇演和 灰奇演在寿代后 就很明显的对立 唐词在当初又叫 陶正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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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说有一所 这位背吧 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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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我會被罷了 我會罷了 我會罷了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首诗可以很清楚写出了当所民间艺人说唱故事的情形 这种情形可以说从汉代的那个说唱名一直下来 或者是从先秦龙兽蒙古说诗瞎眼睛的那些都一路只瞎来 我们现在台湾还有一个杨秀卿的乐群说唱 他现在是民主意识会成本受到大家尊重 你看我们这个许大哥许常卫地下影之外 他对这个民间艺人的栽培 我也会拉一把 我把他推上民主意识 谁呀古柳赵家专 你看这就是民间黄昏日落的时候 大家工作回家啦 有悠闲的在那个古柳树下的赵家庄 显然这是大家喜欢来这里休息的一个地方 风景也美 而且呢又在河边 因为我们陆芳芳就从这里下庄 现在河边 这样一幅风景就出来了 故故盲目正座场 背着鼓的一个瞎眼睛正在那边表演的座场 是宋元之间表演的这个意思 反正谁表演都可以说 座场 身后室被水管得 他就说他唱的内容 显然就唱谁的故事啊 蔡中郎 蔡中郎就是蔡庸 就是琵琶记那个什么呀 那个男猪脚 琵琶记的故事 和民间牛船是不一样的 民间牛船的蔡庸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 抛弃父母亲不养 抛弃杰伐妻 入罪豪门 是一个 这个 这个 有如王回复贵英的那个王 所以他是被雷 雷公打死 所以 而我们历史上的蔡中郎 蔡庸是什么啊 就蔡炎 写悲愤是蔡炎的父亲 我们里边写的蔡文基的蔡庸 他是个东汉末林的最伟大的文学家 甚至于经学家 这么样一个人物 还有是音乐家 甚至书法家 等等的 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蔡庸 陆荒明说 你看蔡庸是这样的一个人物 结果被民间百姓 把他说成不忠不孝不仁不义 身后是非 谁管得啊 谁还能够为自己掌握的 满村听唱蔡中郎 整个村子里边都在说 听蔡中郎故事 各个都在骂蔡中郎 这个邀行运啊 这什么东西 都在骂他 所以很感慨 这一幅画 这真是画像 像这个就是说陶箴 陶箴世上 就是我们奥兰登 这个坛子 那为什么叫陶箴呢 意思就是说 你庶民百姓听了我这样的唱 心灵就好像跟陶箴一样 可以陶箴人的心灵的 那么另外一种呢 就是格调不一样的 陶箴所唱的都是这种风花血液啊 夫妻这个什么 悲欢离合啊 那么癌池呢 就是主地浪荡啊 或者是比较这个 粗广的这个 正念啊 那癌池呢 我的解释 我不敢说对 因为癌池可以水偏牙的那个牙 我的意思呢 这个癌池应当就是 庄职 庄职 所说的 庄职呢 各位知道 庄职是 拿各种语言 有三种语言的运用来 宣扬他哲学 他的这个语言 人的核心 子趣所在 是什么啊 庄职的意思 叫资源 还有呢 庄职 庄职就是 有分量的 有学问的 像童子 引用先圣先着的话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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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 还有一种是 语言 语言 就是 他所爱 把 子趣 藏在故事里边说 我们 俗职前面所讲的 语言就是 这个东西 那 他意思就是说 我用这两种语言 来 表达我的思想 哲学的 知语言 我能够把 语言说的 天花乱醉 可以说 同你们 这个语言的 灵巧和 这个什么 我可以把它说 天花乱醉 无端牙 无端牙 知语 端正 没有 你不知道什么 在开头 也不知道哪里是 结束 所以 我想 这个 哲学 就 取证 就 收起来 让你 千花乱醉 让你 引人入圣 这个 如何如何 类似这个 就是在 宋代 齐言体里边的 一种 我们下个礼拜 再来 谈啊 另外 这个 朱公廖和 故传 这个比较重要 是 的 这 是 这 是 是 这 是 这 是 感谢观看